這個是用腐乳來燒的排骨 它的風味很特別 燒出來的排骨吃起來飄著腐乳香 老是吃紅燒排骨,換個口味也好 做這道菜的特別之處是你要買一瓶南乳 就是這個 好,我們邊做邊說 首先把排骨洗乾淨 然後冷水下鍋,把它焯一下水 如果你是閃養的土豬 你可以省略這一步,直接拿來煎 那樣會更好的保存豬肉中的水分 吃起來會更加的軟爛 口感會更好 我這個是害怕激素太多 所以我儲出水,保險期間 加入幾片薑 加一些料酒 然後把它煮開 去除浮沫是為了防止它溢出鍋外 煮到不再產生浮沫 說明煮透了,焯水焯好了 然後我用熱水把它撇洗乾淨 鍋中放入適量的油 我們把排骨煎一下 煎出香味 這樣吃起來就更香 晃一下 然後我們不再動它 讓它慢慢的煎 這個是要用大火的 煎的時間越短 保留的水分就會越多 好,我們現在把佐料準備一下 蔥、薑、料酒 經典的南乳 我這次兩斤排骨 所以就用兩塊 再倒一點腐乳的汁 我們把這邊煎的排骨 給它翻翻面 然後繼續煎 然後繼續煎 我們再往腐乳裡面 加兩勺的生抽 好,這邊的排骨就煎得差不多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換個鍋 我們開始炒糖 這個是白砂糖 這個是白砂糖 大約20克 炒糖的目的 我不是要它的顏色 我是要炒糖的焦香的味道 好 炒出這個焦糖色就可以了 炒出這個焦糖色就可以了 炒出這個焦糖色 是有非常的誘惑力的 省略了這一步 味道 就大打折扣 好,我們鍋中 少量的加點油 把薑和蔥頭 再倒下 這個葡萄 也給它爆以後 也給它蒸明香 再把它融合一下 再兩盒子 倒進去 然後融合一下這個香料 醬油料酒 炒香的糖水 再加入开水 没过排骨 所加的水量 够小火煮40分钟 盖上锅盖 煮开之后转小火 这个是我制制的陈皮 我们给它丢半个 放入这个可加速肉质的软 如果有三扎 丢三四个进去 一样的 如果有三扎 丢三四个进去 一样的 好 煮了有三十分钟 我们把大块的佐料 都给它剪出来 同时大火收收汁 我们整个过程 都没有给盐 就是靠这个豆腐乳的咸味 和两勺的生抽 在大火收汁的时候 我们是要尝一下它的味道的 每一个菜都是如此 尝一下咸淡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好 这个味道基本上可以 起锅之前 我们再加一点黑胡椒粉 做这种红烧的菜 红烧肉啊 红烧排骨啊 汁一定要收的浓一点 才好吃 让这个汁都扒在这个食材上 最后我们挤一点柠檬汁 香醋也可以 好了 起锅装盘了 稍微的再整理一下 最后把汁淋上 撒上一点小葱花 这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谢谢大家